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第十五题 他说有一个mx 他的次数 the great 就是次数的一次 他的次数大一等三次 而且他mx除以-1x加1还有-2 他的余式分也是3,1,2 要求mx除以这三个相整的余式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 余式第一代数我们除以x-a 他的余式就等于f-a 所以这个除以x-1 余式是3 所以可以知道的是3就会等于什么 蛤? 除以x-1他的余式就应该是 f-a 除以x-1 余式应该多少 1 随便一个f-x除以x-a 余式等于多少? f-a嘛 那除以x-1呢? 是f-1 所以 现在他说除以x-1 余式是3 表示谁是等于3 f-1嘛 因为他除以x-1 余式应该是f-1 对 余式应该f-1 可是他又说他等于3 所以你可以得到的是3 就会等于f-1 或者f-1等于3 当然会吗? 好,我写f-1等于3好了 好,而且呢 除以x-1就会得到 余式是 对吧 除以x-1呢 余式是六兆 不一 不一 好,f-1 好,所以f-1 就等于1 好,还有一个 除以x-2 f-2 好,f-2就等于2 可以吗? 这个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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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里的假设一样有两种方法 好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我们就假设说 mx-3 它就可以显成我们的 -1 x-1 x-2 三个相乘次 之后呢 它得到一个3 qx-4 加上余式 那 三次的话 余式应该最多几次 二次 二次 所以二次可以写成什么? x-0-8 加dx-4 加c 是这样 好 然后 可是我们的 这三个把它带进去 f-1 就是3 1把它带进去 就是0 那1把它带进去 就得到a加5加c 那 -1带进去 a 这个是等于1 那 带到 -1 这里带负1的时候 这里就是0 这里整起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带负1的话 会得到 负1的平方是正1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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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個還有1個2 再把2帶進來 這個2帶進來 帶到這裡的時候又是0 那這個就是整個都是0 你就不要管它 那這個帶2的話 是2的平方 0加 4A加2B加4E 可以嗎?到這裡 那你發現它都有正C 這C一樣 你把它兩兩相減 就可以得到另外兩個四值 比如說1-2 那就會得到 它跟它相減就下掉 它跟它相減就下掉 B-2B 就等兩個B 所以是3-1 3-1 就是2 好 再來 剛才找這兩個相減 接下來這兩個 3-1 3-1 B-1 B-1 C也是消掉了 4個A-3個 減掉一個A 剩三個A 那2B減掉一個B 剩下一個B 那-2-3 好 那-2-2-3 就是負 3-1 9-2-2-3 會等於3A,那A就是負二 再帶入第四好了,這三次隨便找一個 那帶進去第四的話,A加B加C要等於3 所以A是負二,加B加C要等於3 所以這個減1過來加1,所以C就等於4 那有A,B,C,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我們的余式 余式剛才講的最高二次就是余式 那余式現在就等於這個A是負二,負二,X乘離8 加B,B是1,再加1個X 最後 C 等於 4 加上 10 這樣可以嗎? 沒有問題 等一下 再講一下第二種方法 先看看這邊 好,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第二種方法 它的假設 我們是這樣假設 假設你會了 等一下來選就很好選 好 前面這幾個都一樣 對不對? F1 等於 3 F-1 等於 1 F-2 等於 2 都一樣 那就假設的地方 F-X-10 等於 F-1 等於 1 x-2 乘上 一個 3 Q-4 然後再加上 3個 少掉一個 隨便理查 哪一個都可以 好 比如說 x-1 x-2 前面就給他一個數字 比如說 再來 這兩個再少一個 這兩個再少一個 這個等一下會很好笑 因為你通通代-1的時候 這個前面都理得到F F就是F-1 那F-1已經有了 F-1就是1 所以這個F就知道了 那你要算這個 那就前面都等於0 前面等於0就是X帶2 這個等於0 這個不要等於0 X帶2進去這裡0 2-1也是1 所以1加F就會等於F2 所以這個F已經知道了 所以1就快算出來了 這個 然後1過去就是F3 這些要求這些 大家很簡單的就不講 不要講的就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假設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同學比較不懂 老師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假設 就是說 你在除以3次的時候 然後 上午說這個余式應該像這樣 就是 最高2次 那 我帶過來 喔沒聽嗎 沒有 我帶過來講 最高是2次的 余式最高2次 那 2次你可不可以出一個2次啊 可以 出一個2次的話 你就會得到一個3 那是常數 那他的余式 因為出你2次最高 余式就是最高1次 所以 來 過來這邊 所以你這裡的余式 你除一個2次 你帶一個3次常數 然後 加上剩下的這裡 應該是最高一次 好 除以 除以2次 那他的余式最高是一次 那 最高一次你當然可以寫著 比如說 M 有一個4加 L 或是加 你隨便 寫成這樣 那 寫成這樣 剛才講過 你可以再除一個一次啊 隨便找一個一次的 一除 一除的話 一次除一次 上一個是常數 那 他的余式 要比這個 除4還要小 那 除4是一次了 所以這個余式 就是常數 所以這個 又可以形成這樣 好 本來是這個加這個 這個 又可以形成這樣 所以你就 對余式就可以形成這樣 好 這樣可以嗎 是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